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聊聊有哪些奢侈品类型 是我个人觉得或俗气或锅时 当然也有可能是俗气且锅时的单品 我把它们分成四类 用人话讲就是不要浪费钱的奢侈品类型 看之前向大家求个一键三连 谢谢给我小主 首先是大logo的单品 包括腰带,包括胸针 这个我在二年不推荐的奢侈品类型里就提到过 注意我指的是大logo 怎么判断这个logo是不是够大 社交距离内你是先注意到它的脸和身材 还是先看到它身上的品牌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衡量标准 反之像这样秀气的小腰带 很可能是一件素色的裙子 一条牛仔裤 或者是纯色西装的点睛之笔 但如果换成一个大的buckle就肯定不好看了 同时社交距离内一眼就认出logo的单品 最多一样足矣 大部分情况下没有logo 很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第二个,辨识度高的产品 很多人不理解 我们不是刚聊完logo吗 其实辨识度高的产品 它不仅仅包括logo 还有很多比如说 Burberry的格子衬衫 或者是格子围巾 Tiffany的笑脸 Vancliffe的四叶草 各个品牌自己家的印花 这些都属于没有logo 但是带有强烈品牌文化的单品 在穿搭上 这样的产品最好不要超过两样 要不然就会给到别人一种 从头到脚 都是奢侈品的状态 当然也不是不行 就是容易土 容易俗 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老花单品 衣服 鞋帽 包包 饰品 等等等等 除了包包以外 我并不推荐大家其他的单品首选老花 如果你说 我爱老花真的爱的不行不行的 除了包以外 最多考虑鞋帽 但是 唯一 也是强烈不建议大家选择的 就是衣服 因为衣服的面积太大 上身之后会发现非常难搭配 一般人很难驾驭 生活中 我就没见过几个穿大面积老花能脱俗的 如果你希望一件奢侈品可以用一辈子 那就尽量去买一些经典款 这句话已经说烂了有没有哦 但买东西的时候还容易脑子一热 哎 我就是 当然经典款也分了很多种 我建议大家入的是那种 别人猜不到你是哪一年入的这个产品 就是时代特色不要太重 20年之前这个包长这样 今天你去买这个包还是长这样 除了价格以外 其他的包的款式上细节上 没有任何变化的那些单品 很多朋友购物的时候 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 就是他们总是希望自己选择的东西 和别人不一样 标新利益 所以就尽可能的避免一些经典的东西 觉得很多经典货会烂大街 但过几年之后呢 又抱怨自己选择的东西 不保值容易锅实 然后这个锅就由奢侈品来背 这前后本身就是矛盾的呀 选的时候就错了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 哪些具体的单品 它属于时代眼泪 比如麦昆的丝巾 比如Fendi的pickle ball 比如Chloe的小猪包 比如Volentino的锚钉鞋 还有哪些欢迎在弹幕分享 现在再用这些单品呢 确实会让别人觉得 有那么些些锅实 普通人怎么判断奢侈品的热度 我在讲怎么选LV包包的时候 有分享过两个很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是参考 二手产品的溢价或者是折价情况 可以是二手店 也可以是电商平台 第二个就是代购价格的波动情况 既包括海外代购 也包括国内那些炒包的 或者叫黄牛吧 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 避免买入当下被定义的时代眼泪 但是当下的热款 在很多年之后 都大概率会成为时代眼泪 我还是一贯的观点 如果没有任何大品牌的单品的情况下 首选爱马仕 LV和香奈尔这三个品牌的经典款 在已经有经典款的情况下 再去考虑这三个品牌的季节款 或者一些二三线品牌的经典款 而且流行原本就是周期性的 希望它的使用周期更长 同时更适配于我们其他的单品 选择的时候就还是不要太追星 太标新利益 尽可能的保守一点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小块 我们下期见